炖排骨,直接下锅就是大错,今天教你一招,炖出来的排骨软烂入味,跟豆腐一样嫩 三块一斤的排骨,砍成小段,加一勺盐,一勺料酒,用左手抓拌均匀 加入适量清水,浸泡10分钟,这样排骨会变得很软,也更容易熟 还能泡出很多的血水和脏东西 排骨一定要冷水下锅,加葱姜,料酒,煮出血沫 切记,排骨一定要用温水清洗,千万不要用冷水 这样炖出来的排骨才不老不柴,不塞牙 然后直接下锅煸炒,炒到表面微焦,这样排骨吃起来会更香 然后加点莲藕,小鸡蛋,葱姜,干辣椒 好吃的关键就是加一包这个黄焖酱汁 它既能上色又能调味,还能做黄焖鸡,黄焖牛肉都非常好吃 炒出酱料的香味后,有条件的加入适量热水 小火慢炖40分钟,最后加点蒜苗,大火收汁就可以出锅啦 这样做的黄焖排骨,软烂入味,特别下饭